韓国空军黑鹰特机队教练机降落了 在跑道上滑行 好几架陆续抵达高雄小港机场 而稍早前夕腰三栋运输机 也搭载地请人员及装备先行前来等候 到的时候是看到第四台 之前就有了 之前就有了 我是第一次来这边拍而已 机场周边聚集大批航空军事迷 大炮长踢几乎成了标配 为的就是要捕捉正规镜头 看到踢舞动教练机真的好兴奋 快门闪个不停 还有人幸运拍下这一幕 机舱内的副驾驶员对外挥挥手 隶属韩国空军的黑鹰飞行表演队 在1967年成立 历经两次解散 2009年重新成立后 装备T5动精英新型高级教练机 机身使用黑黄白涂装 外观显眼又吸睛 这回世界巡演最后一站 来到菲律宾 好几台教练机同步升空接着大角度翻身后 90度俯冲各种技巧都难不倒 结束表演行程后18号一早过进高雄小港机场进行加油整备作业停留时间大约4小时左右才起飞返航 这不是第一次黑鱼飞行表演队过进小港机场 但时隔多年再次看到 他的帅气模样依旧不减 华日新闻灵丸雪富洁高雄报道 观众朋友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 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CH52华士的频道 而且记得哦 一定要帮我们分享 按赞 还要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顶达